大家好,我是小允,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被称之为化工厂 肝脏是身体主要的消化器官,主要负责分泌胆汁消化食物 所以肝脏在人体中起着重要的角色,同时又被称之为将军之官 大家都认为肝脏的代谢功能特别的强大,一般不容易受伤 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肝脏也是一个特别脆弱的器官 因为肝脏上面没有破裂神经,一般情况下不会感觉到疼痛 这才导致很多人的疾病一拖再拖,最后拖成大病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暴饮暴食 经常有事没事的吸烟喝酒作息不规律 而且还会经常地熬夜又加班 这些行为都会加重肝脏的负担 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 想要维护肝脏的健康,让肝脏的毒素能够彻底地排出体外 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保持肝脏的健康状态 今天小影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可以帮助快速排出肝脏的食疗方法 连续合上三天的时间就可以帮助我们排清多年的肝脏有毒物质 并且能够还我们健康的肝脏 首先我们准备20克的玉米 玉米被称为世纪核本科植物之王 玉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 特别是维生素B、维生素E的含量非常丰富 而且玉米富含氨基酸,还有一定的脂肪、油、糖分 能够帮助肝脏排出毒素,减轻肝脏的负担 现代的药理研究还表明,玉米有防癌的作用 其所含的心能够有效地抑制癌细胞的繁殖 可用于子宫颈癌、胃癌的辅助治疗 健康人吃玉米能使身体轻盈、减少肿瘤的发病几率 玉米还有特别好的清热去火的效果 天气燥热或者是胸中烦闷的时候 抱一些白果玉米粥能够很好地清除烦躁 使身体舒畅心情好 一秒促进新陈代谢、减轻肠胃负担的作用 能够作为病中或者是病后体热虚弱患者的食品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20克的绿豆 绿豆被称为肝脏的解毒王 那是因为绿豆具有很强的解毒作用 能够清除体内多余的毒素 很好的预防食物或者是药物的中毒 肝脏也是解毒的器官 使用绿豆之后能够减轻肝脏的负担 改善肝脏的功能 并且绿豆可以解百毒、解酒毒、披霜毒等等 平时的时候多吃一些绿豆 相当于给肝脏加了一层辅助 绿豆中含有特别丰富的多彩蛋白酶 可以保护肝脏 绿豆所含的抗氧化 能够保护细胞不受毒素的侵袭 接着再来准备20克莲子 莲子具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 古人认为它想清方之气 得驾强之味 乃皮之果也 使用有养心安神、健脾补肾、纸屑固精等功效 莲子还有非常好的清热聚火、排毒的功效 尤其对于肝脏不好的人来说 我们可以多吃莲子 有助于降低肝火旺盛 防止肝脏细胞的受损 而且莲子中的淀粉 有助于加快肝脏酶的水减能力 将其转化为糖 储存在肝脏内 降低肝火 还能够预防黄胆等的发生 有助于肝脏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让肝脏越来越健康 把它们清洗干净之后 浸泡两个小时 我们再来准备三颗的肝山渣 山渣是一种具有很好养生调理作用的中药 具有健脾、活血、化瘀的功效 现代研究发现 山渣还具有降血脂、稳定血压、养护心脏的作用 山渣是三根微温、硅皮胃肝筋 山渣具有以下这些功效 一、降血压 山渣中含有山贴类、黄铜类化合物 以及维生素C等 具有扩张血管壁、降低胆过程和降低血压的作用 二、降血脂 山渣用于高血脂的治疗 临床上已经得到了验证 而且实验研究还发现 山渣降血压的作用 与它含有大量的黄铜类化合物 具有密切的关系 比如金丝陶肝为主的黄铜类化合物 具有较好的降血脂作用 三、养护心脏 山渣对于心血管作用 主要表现在强心、抗心脚痛作用 抗心率失常作用 主要是山渣具有增强心肌收缩力、增强心排血量、减慢心率的作用 扩张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冠状动脉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等生理作用 四、养肝护肝 治疗脂肝肝 中医讲酸、利肝 山渣属酸性 可以修复肝脏功能、保护肝脏 饮酒后适量使用山渣 可减少乙醇对肝脏产生的损害 山渣入味后能增强霉的作用 促进肉食的消化 有利于胆固醇的转化 它含有熊果酸 能降低动物脂肪在血管壁的沉积 对脂肪肝或者是肥胖者来说 尝吃一些山渣均可消食、取质 是很好的保肝食品 再来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有很好的保肝健脾的作用 红枣中含有的酸铁硫化合成分 这种成分可以抑制肝炎病毒的活性 红枣还能够提高吞噬病毒的能力 有补肝脏增强免疫力的作用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红枣 有效地预防肝脏发生病变 并且能够有效地保护肝脏 以免肝脏受到损伤 清洗干净的红枣去喝 剪成小块就可以了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掀开大火煮开 水开之后再转小火 继续熬煮20分钟 这座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之后 我们再加入一些冰糖来调味 煮好之后倒入碗中 就可以直接饮用了 这样煮出来的山楂绿豆汤 可以去干火排干毒 养干护干 特别是干火抗生的朋友们 连续喝上三天的时间 喝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身体有明显的变化 时间长了 肝脏也会越来越年轻 越来越健康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